歡迎收看 心機怪談 在秘魯有一個小學 曾經發生惡靈上升的事件 學生不斷發出這種有沒有 淒慘吼叫 你知道嗎 然後抽搐昏迷 昏迷抬走 有沒有 然後大家看到就很害怕 然後他們所有的學生都說 看到一個黑衣大鬍子的男人 要殺害他們 那當地的家長 就把這個事情怪罪學校 因為學校不信邪 硬要把那個學校 蓋在曾經埋葬的當地 黑社會份子的一個墳墓上面 所以說就發生這樣的悲劇 所以不管它是什麼份子 他們的墓就是墓 你給人家硬蓋在上面 就會出事 那我們今天 就要鎖定什麼呢 鎖定的 馬上有請 怪談奪魂劇 真奇怪 咖哩 真奇怪 咖哩 新奇怪 彈給你每一次 慢慢的奇怪 瘦得起喔 厲害 好像... I want to play again 五年來最像 大家好 我就是最敢玩的殺人魔 I want to play again 不要吐口水好不好 遊戲很簡單 很容易上手 想要躲身 按照規矩來 既然有人住事故兄財 也不怕 你 很適合跟我 play again 不相信傳說中的恐怖詛咒 會讓你 後悔的 會讓 看到黎兆鐵 也變貼紙 不在了 電影下 下一個死的 It's you 不要不信心喔 你會知道 不按照規則的下場 也不要忘記我 我會隨時跟你 OK OK 也得太好了 最後這個也得太棒了 這台車座的器官這麼多 好 第一故事就是住一個 事故的凶宅 他沒在怕 最後很慘 對 台灣有凶宅 日本也有凶宅 那日本的凶宅也是可以賣 那要買不買隨便你啦 但他們的房仲呢 有一個還不錯的 服務喔 如果說那邊有出過事對不對 他們會找人家去住 先住 住一個月 然後去記錄這一個月 發生的事情 有一種情況是說 人家住得就好好的啊 這個時候會讓消費者 安心一點說 他們有找人去住過 也有記錄每天的狀況 那就表示這個凶宅 也沒那麼凶 是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新的行業 叫做 那吃住員沒幾個人 敢去做這個事情啦 那除非真的是夠鐵齒的 那有一個叫松剛的呢 他就是很鐵齒 他從鄉下搬到東京 然後有一天呢 就聽朋友講說 有人在應徵這樣的一個 職務跟工作 所以他就去應徵了 然後那個大叔呢 應徵他的人 那個大叔就告訴他說 那個就住一個月 那個基本上過去的狀況來講 是有人受到驚嚇 但也不排除是疑心生暗鬼 那那個松剛就想說 那酬勞怎麼樣 那酬勞大概是 那個三倍的薪水 比方說如果人家是五萬的話 那你就說五萬 那松剛講說 好棒喔 這樣我還可以不用租房子 反正就每個月輪流去 這種所謂的凶宅 我就去住就好了嘛 這樣還可以省下房租錢 那個收入又那麼高 他認為是一個爽缺 很棒 所以都談得差不多 就決定了 說事不宜遲 那就展開他的這個 試住的這個工作 那安排在東京 還算熱鬧的地方 然後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到還OK 慢慢的 那個他也就開始說 想說這個月快結束了 下個月看還有什麼兄宅 可以給他住這樣子 一事成主顧了 對 一事成主顧 那正在這樣想的時候 當天當天發生一件 讓他覺得有一點古怪的事情 就是到了晚上差不多 九點多的時候 叮咚... 有人在按門鈴... 然後透過這個對講機 對講機一打開的時候 會有影像 是 透過影像一看 這不是房仲的那個大叔嗎 就是應徵他來的那個大叔嗎 這麼晚來找我有什麼事情 那總是自己的長官 連忙了 打開門 門一打開 那風掃進來就算了 可是沒有看到那個大叔啊 才入住第一天就遇見怪事 接下來還有什麼 更可怕的事呢 那總是自己的長官嘛 連忙了 打開門 沒打開 那一陣風掃進來 那風掃進來就算了 可是 怎麼會這樣 我剛剛在影像裡面 不是在看到嗎 怎麼那個門一打開 卻沒有看到大叔 門關起來 一直覺得很古怪 然後想說不要想那麼多 那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在睡夢當中 聽到 有遠自盡的一個聲音 那個聲音是什麼呢 很激動的花腔女高音 聽到是這種聲音 怎麼會這樣 可是又很困 想說要不要起來看 還是說隔壁有音樂老師 在發生練習還是怎麼樣 可是那個聲音實在是不像隔壁 因為那個實在太近了嘛 好啦 管他的起來吧 起來看吧 然後硬是把自己弄醒這樣子 眼睛一睜開 正要翻身的時候 嚇死人 旁邊竟然躺一個人 就躺一個女的 就是那個女的在那邊 那邊 之後他在狂吐這個鮮血這樣 然後眼睛是瞪得大大的 那頌光嚇壞了嘛 還得了 趕快越過他 然後沒命的跑... 跑到外面去 然後附近因為有一家便利商店 那便利商店永遠是 我們最好的鄰居嘛 有什麼狀況的時候進去嘛 一進去的時候 店員一看到松剛嚇死了 不要過來... 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過來 那店員一直汙著眼睛 你後面有一個女的... 原來那個女的 根本就整... 巴在他身上 不能回頭看 可是也不用回頭了 因為他已經看到了 為什麼不回頭還能看到 因為那個女的 本來不是巴著他嗎 結果伸長脖子 這個頭整個繞過來 然後... 然後嘴巴在他的脖子 這邊在啃他的脖子 Oh my God 那這地方不是有喉骨嗎 你會聽到 啪... 像在吃那個... 吃那個雞軟骨的聲音 就啪... 再咬... 再咬松剛的這個脖子 那松剛痛到就昏過去了 那昏過去呢 再醒過來呢 已經在醫院了 因為警方在旁邊 也很關心他的狀況嘛 然後也想了解案情 然後他試著要講話 本能性而想講話的時候 發出來的聲音就是 它變成是這樣的一個聲音 然後只能夠拿筆跟紙 用寫 來寫來溝通 那寫是... 然後到了下午的時候 大叔來看他了 一進來就讓松剛覺得很古怪 那我們去探望病人 一定是很焦急 怎麼樣... 沒事... 那個大叔進來 冷冷冰冰的 不想來探望病人 也好像松剛他不認識一樣 那松剛就拿筆 問他說 你昨天是不是來看我 有什麼事嗎 為什麼我們打開以後 沒有看到你 然後大叔就回他 沒事... 我 那怎麼會 前言不搭後語 這是什麼怪邏輯 他就用筆請警方 說幫他調假 監視紀錄器 也許可以找到這個事情的真相 事情而癥結 然後警方就連忙 趕去他住的那個地方 然後調閱監視紀錄器 警方一看那個監視紀錄器 也整個大傻眼 那個監視紀錄器裡面 有看到這個大叔 真的有出現 這個大叔在一樓那邊 按 在那邊按 然後可是門一打開 進去以後 就這樣進去以後 人就憑空消失了 大叔消失了 就大叔就消失了 然後接著有看到一個 女生的身形 很模糊 與其說是身形 不如說是個影子 氣體一樣 對 氣體一樣 也就跟著飄進去了 那警方看這個監視錄器 完全找不到答案 然後也不知道狀況發生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好了 到了警方 來跟他講這個結局的時候 那松剛搞得更是一頭霧水 然後又拿筆說 請警方說 那你要不要幫我 再聯絡一下那個大叔 打去他家問看看 因為那時候已經也晚上了 警方打去大叔他家 接電話是大叔的老婆 那大叔的老婆還正想找警方 因為警方說 我想要了解一個狀況 那個你先生是不是 昨天有去看他的部署 然後又怎麼樣... 就把這個去脈稍微講一次 那個... 那個他老婆講說 警方先生 因為我正想 也想要跟妳了解一下 因為我先生昨天晚上說要出門 那本來想說是不是 去應酬喝酒 喝茫兒住在別的地方 那平常也有這種前科 那這個事情更引起 警方的這個一錯愕 然後且納悶 然後再回到松剛的那個 住的那一棟社區 東搜索西搜索 竟然就在那個松剛他們家 那個入門處 然後那個有樓梯間 樓梯間下面有一個橘子 設著大型的這個垃圾桶 竟然就在那個垃圾桶裡面 發現大叔的屍體 大叔在這個橘子設的垃圾桶裡面 真古怪 那這個事情變成無數個謎團 然後大家也都搞不清楚 是什麼狀況 然後松剛也不知道 那松剛當然身體一天一天恢復 只是說就是都沒辦法講話 那大家在找不到 事情的答案的時候 最後發生了一件更離奇的事情 轉眼間過了三個月 三個月以後 松剛的屍體 沉濕在那一間房子裡面 松剛也死了 然後調閱監視紀錄器 拿出來看 確實有看到松剛 那一樣在一樓 打開那個門以後 進去就消失了 然後消失沒多久以後 那個白色的椅子 就又出現了 那至於他為什麼要回去 還是說是因為 被這個所謂的白色的這個影子 這樣的一個 牽引 牽引 不得而知 但是慢慢的漸漸的真相大白 這個房子能夠 變成凶宅的原因 當然一定是發生過事件 然後這個屋子的主人 過世以後 這個房產就留給他女兒 那他女兒 確實就是一個音樂老師 也是一個業餘的聲樂家 有一天小偷闖空門 那這個女兒 這個女主人 去抵抗這個小偷 所以小偷當場就 等於就是殺害了這個女老師 卸案變成命案 可能為了避免他不斷的尖叫 所以 那女老師舌頭被割下來以後 那他這個女老師 一生當中最熱愛的 就是唱歌 那你把他舌頭割下來 他就不能唱歌了 所以怪不得 據松剛生前的描述說 他聽到那個半夜 有聽到那個唱聲樂 女高音的聲音 以及經常 那個大家在今天紀錄器 看過的那兩次 白色的女生的影子 應該就是這個女老師 死後這個靈魂 這個冤魂還糾纏在現場 然後他把每個入住進來的人 或者是來進到這個屋子裡面 要進到這個屋子裡面的人 當作說 又是那個闖空門的小偷 那這兩個還真倒楣 但是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 就是不要鐵齒嘛 兇宅就是兇宅嘛 你要去試住的話 給你再高的薪水 他還是兇宅 對啊 那你要去試住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薪水 承擔這個風險 對 就隨時要有一個逃跑路線 好 接下來是不聽勸告 就沉迷於蒐集石頭 但是收集石頭說 讓妻子意外開了天眼 妻子還真倒楣耶 沒錯 故事的案例呢 就是我客戶的朋友 他們其實就是一個家庭 然後其實家庭人口很單純 就三個人 老公 老婆跟一個小女兒 其實老公他是本身做生意的 其實他的事業做得很好 在台中 那其實他們在做事業的過程當中 其實老公也不會去什麼喝酒 花天酒地都不會 但他唯獨就是喜歡收藏石頭 那他收藏石頭的目的 就例如說他可能到國外旅遊 或者是在去爬山等等 他只要出去玩 他就喜歡帶當地的一個自然 象徵自然的石頭 帶回家做紀念 但是當他已經收集到 已經變成一個房間都塞滿了 原本從小石頭 現在變成是一座大石頭 然後還要請搬家公司 或什麼工人 去從山上 對 把他載回來這樣子 好 那當他收集石頭的時候 他們家的格局也滿... 就是說中間這一個地方 是收藏他的東西 然後隔壁是廚房 在旁邊就是他們的主臥室 然後他老婆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他老婆的床頭後面 剛好就是靠著那一間石頭 有一次他老婆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之間覺得說 為什麼感覺晚上 尤其過了十二點 那一間房間都會有那些 稀稀署署的聲音 然後 因為已經連續太多石頭這樣 所以他就半夜聽到這個聲音 他就好奇心起來 起來的時候 他就沿著這個聲音去找 就是在他們主臥房的隔壁 這個石頭間 他就打開門看一下 一打開門 他就看到一團黑影 這樣從他眼睛這樣經過 然後那個黑影是帶一種 有壓力的 然後從他面前這樣經過 好像往他面前這樣壓 他感覺到一陣恐懼 他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種磁場 他也說不上來 但是可以很明確地 感覺到是一個人 往他的身體這樣壓過去 然後他就覺得很毛 那接下來就是他女兒 他女兒每次只要經過 這個房間的門口 因為他女兒才三歲而已 結果這個房間的門口 就開始哭 鬧 然後就指說房間裡面 有誰...這樣子 然後一般就是說 裡面有兔子 裡面有什麼寵物 就是他開始講一些 亂七八糟的東西 動物靈 對 但裡面根本都沒有 就只不過是一堆石頭 所以當他女兒 開始這樣東講西講的時候 其實那一陣子 他跟老婆跟女兒 一直經常地掛病號 三天兩頭就跑醫院 最重要的是 他們家發生一個變故 就是他們在生意上的往來 突然之間被倒了五千萬的貨款 五千萬 那因為他老公跟老婆 老婆就是幫他先生 在打理這個事業的 所以是管財務 所以一瞬間被倒了五千萬之後 他老婆真的壓力太重 所以開始有一種幻聽 因為每天晚上都已經聽到 那個石頭的房間 一直會有聲音出現 然後開始他覺得 幻聽越來越嚴重 然後頭髮就一直掉 然後去檢查就是圓形凸 後來有一天他在打掃家裡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這個石頭間 就是奇怪的聲音依然地出現 但是石頭裡面 居然有很多的頭髮 可是他想說他頭髮 怎麼可能會掉到裡面 可是頭髮非常的多 然後有一次讓他覺得說 在打掃這些 家裡環境的時候 他老公在這個時候 又引進了一個很大的石頭 又來一顆 又來一個石頭 這個石頭已經大到 已經差不多跟這一個門一樣高了 他就把這個石頭 放在家裡要當屏風 他老婆當然很傻眼 那他老公就說 因為這個石頭 看起來像山 所以有種開門見山的感覺 可能他自己在那邊 幻想就對了 會形容 然後他就把這個石頭 放在他們家的玄關 然後放進去的時候 他老婆當然就 放了之後 他老婆當然心情就 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此外 因為他老婆不是一直 嚴重吊法嗎 因為財務的壓力等等的 有一天 他也是在打掃房子的時候 他發現玄關的這一個大石頭 居然長毛了 長毛 就好像一個 就頭髮這樣子開始這樣長 感覺那個石頭是活的 然後那個毛這樣長出來 他覺得很奇怪 他在掉頭髮 那石頭還長頭髮 他覺得太妙了 然後他就看 看那個毛瘤的長相 才發現說 這長出來的那個髮瘤 居然是一個人的形狀 然後好像一個女人 他就覺得心裡非常非常的毛 結果當他在沉迷的時候 他就突然感覺到 這個石頭在跟他講話 那個女人跳出來跟他講說 你不用看了 太恐怖了 他就這樣跟他講 然後那個石頭還跟他講說 你千萬不要傻 你也不要想說要把我牽走 你把我請進來了 你也走不了 然後你也不要請什麼老師 然後你也會要把他講 沒有用 對 都完全沒有用 當他這樣一講完的時候 就一瞬黑影過來的時候 他驚醒了 其實他在做夢 他做了這樣一場夢 結果他做了這場夢之後 他當然心裡就非常的毛 然後後來他就想說 這個石頭 他第六感 讓他覺得說 這時候一定有問題 然後當他覺得有問題 那一天晚上 他女兒就開始指那個石頭說 阿姨... 就在那邊一直講說 有阿姨... 就在那邊一直講 然後他媽媽就更毛了 然後就跟他老公說 拜託把這個石頭趕快搬走 他老公還是完全不信 不聽 對 只到有一天他老公 就在他們的工廠 就突然跌倒 那為什麼跌倒呢 因為他後來送到醫院的時候 他跟醫生形容說 因為他突然手腳四肢 都沒有力氣 突然這樣麻痺的感覺 然後他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檢查 他也沒有中風的跡象 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的手腳就是麻痺的 結果他出院的時候 他開始不良於行 整個腳 因為他必須要 因為麻痺的關係 他必須要一直復健 要不然會萎縮 可是就是檢查不出來 然後他老公懶上了怪病 然後他女兒三不五時 就一直指那個石頭 一直叫阿姨 所以有一天他老公就是 在家裡在坐附近的時候 他女兒就跑來跑去 然後突然有一點像 發了風刺的 就跑去石頭那個地方 然後就半倒 頭就去撞到石頭 然後那個流血血印就在 那個石頭上面 趕快 女兒就趕快送到醫院 就是去急救 但是他撞到的時候 感覺沒有很嚴重 但是這個小女孩就是昏迷 就是不行 但是還不到什麼 昏迷指數很低 到那種程度還不至於 但是就沒有醒來 後來他先生終於態度軟化了 因為他老婆那時候 一個直覺就說 這個石頭明明就有問題 為什麼你不相信 然後他們的親朋友就來醫院 看這個小女生 那其中這個小女孩的姑媽 就因為他有點通靈體質 然後就看到他們 一進醫院看到這個父母 還有這個小女孩 他就說 就印堂都是黑的 你們一定有生死的交官這樣子 就已經講嚴重的話 跟他講說 你們家一定有問題 你不去處理的話 你們一定會死掉 他的姑媽就講得很嚴重 這樣的話 那他老公就想說 自己的親戚都講這種話 而且最近怪事 工廠被倒載 等等的這些事情 沒辦法解釋 所以他就 好 決定要去找老師 透過這個姑媽去找老師 然後到家裡一看 發現就是說 這個石頭 原本一開始是一個 女生的形象 而且長頭髮 頭髮確實持續在長 那個毛一直在長長 然後這個原本是一個 女生的形象 隔壁 然後就感覺一男一女 然後這個男生 牽著一個小的影子 好像一個小孩 剛好一家三口在上面 當這個老師跟他講說 你這個石頭上面 已經有三個 兩個大人 牽著一個小孩的影像的時候 他們兩夫妻看到完全傻眼 真的很明顯有這個形象 代表什麼呢 那老師就說 這代表就是 你們家的墓碑 你們一家三口的墓碑 就是這一個 叫他趕快處理 那後來怎麼處理呢 因為其實他老婆 每天晚上都會聽到聲音 然後那個老師就跟那個石頭 好像做一點通靈 然後那個老師就跟他老婆說 這個石頭 你要拿去工廠 供奉起來 然後你上面要寫石頭工 它必須要開過光 然後你要去拜祂 然後你要 這個老婆必須要幫這個 石頭工當祂的基神 辦事 要辦事 這一切切到工廠之後 開始他老婆就去 歷史說去接受這些 靈療的這種訓練等等的 後來確實幫別人辦事 然後開始辦事之後 他們家的那個家運 開始又慢慢回來 然後女兒他原本就是昏迷 當他在接受這個訓練的時候 女兒在昏迷也蘇醒過來了 所以這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有些東西 真的不要亂收藏 還有在家裡的風水當中 其實玄關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例如玄關就是我們 一進門的喉嚨的位置 是 如果... 而且玄關也是代表 我們的貴人運 如果玄關太過陰暗 或者太過擁擠 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你打開門 有些人會放一個屏風櫃 可是這個門一打開 卻沒有辦法全開 因為被玄關擋住 它沒辦法開到90度的情況下 代表就是說 你的人際關係會受阻 而且口舌是非會很大 就要特別注意 還有就是家裡呢 門外代表外明堂 你不要放一個很大的石頭 在擋著你的門口 門外 其實門內 門外盡量都不要 因為那代表就是 會很坎坷的意思 因為它要通 要通 對 只是說我們為什麼會放 玄關或屏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大門進去不要穿堂風 你可以有一個阻隔 如果你沒有阻隔的話 家裡不會聚氣 你就會一直漏彩 但是要空間 一定要空間 你如果空間小小 不要勉強放玄關 是 不做玄關沒關係 基本上如果空間小 你就不要做 你就在門口 放一個紅色的地毯 然後下面鋪錢幣 三十六枚的錢幣 代表三十六天鋼 然後代表每天採錢 進入家門的意思 三十六枚就是 都是一塊的還是都是十塊 面額沒有關係 一塊 但是要有三十六個 對 三十六個就可以了 老師剛剛教了我們 就是在門口擺一個紅地毯 下面擺三十六個硬幣 那如果說你有一點錢 你可以擺金幣 無所謂 也可以 三十六個就對了 那你還是很有錢 就可以擺銀幣 對 如果真的不行就擺一塊 也是可以 只要有三十六個就好了 好不好 接下來這個他也是不相信 他不相信傳說中的 恐怖的詛咒 完了 看到了不該看的事情 是不是這樣 日本有一個男人叫大爺 大爺換了新工作 但他感冒了 那他的新的科長就是說 你早點回去休息 所以大爺就自己開車 他的山路要開三十分鐘 在一個不可能出錯的交叉口 一定要往左轉 他今天不知道怎麼搞的 開到下三十公里 居然就往右轉 開始直衝 一直衝... 右轉的路是山路 是個死路 他車可以開出一條路出來 就... 最後停在懸崖 要掉下去之前 他自己踩了剎車 醒來滿身大汗說 我是不是因為中邪了 感冒的關係 趕快倒車就回家 那當天晚上他發高燒 覺得額頭特別的冰 但全身很熱 然後就以為是自己 放了冰毛巾在額頭這邊 結果醒來一看 這邊有一截女人的手 靠在他的額頭這樣扶著 並且他的指甲是紅色的 扭成一團的指甲 所以大爺就整個人就醒來了 這到底是夢 還是真的有一截女人的手 在這邊 他就覺得更心神不寧 感冒就更嚴重 就去上班 告訴了新的科長 他昨天發生事情 科長聽到一半就說 不要講... 什麼都不要講 我什麼都不要聽 科長太激動了 感覺像說謊 我什麼都不要聽 其實這是我們工廠附近的 一個都市傳說 是什麼樣的都市傳說 讓科長的神情如此緊張 稍後告訴你 科長的神情如此 科長太激動了 感覺像說謊 我什麼都不要聽 其實這是我們工廠附近的 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說 如果你碰到類似的事情的話 你千萬不要告訴下一個人 因為下一個人會倒大 沒 我什麼都不要聽 就跑掉了 大家就更一頭霧水 我是新來的員工 你告訴我新的都市傳說 是什麼意思 我還沒有講完 他就又回到家 回到家一樣又是半夜 一截女人在手下這邊 她又醒來 她就檢視 整個房間是黑的 半夜兩點鐘 檢視整個房間是黑的 看一圈 再看 看到自己的衣櫃 衣櫃上面掛了一件 白色的襯衫 她有自己的白色襯衫 白色襯衫掛的時候 不都是這樣吹著嗎 今天她張開眼睛看的時候 都真的很不自然的交叉 交在了前面 所以她看到就覺得 全部都想起來了 所有的事情都想起來了 就是前一天 她開車 在三十公里的時候 看到那個右轉的地方 那邊等了一個女人在那邊 全身白色的 頭低低的看不到五官 頭垂得低低的 手交叉在這一邊 這邊是紅色的指甲 所以一看到這個女人 她就像吃腥蜂一般 就開始努力的衝那條死路 所以她想起來這件事情 但不能講怎麼辦 今天是禮拜六 她要約會 不能講怎麼辦 就心裡就很想講 可是怎麼辦 要一直夢到這隻手嗎 到底碰到那個女鬼 還是一個人怎麼樣的呢 碰到她的很High的女朋友 她女朋友真的有天生的 就不信邪 無神論者 無鬼神論者 她看她自己的男朋友 大爺怎麼這個樣子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大爺發生什麼事 我什麼都不怕 你告訴我 世界上不會有鬼的 有鬼都降臨在我身上吧 就跟一神一樣 都降臨在我身上吧 結果 大爺就開始覺得 要不要講呢 可是這不是一個詛咒嗎 那就慢慢透露一點點 女朋友就一直 告訴我... 講完了 女朋友就 嘿嘿 嘲笑大爺 嘿嘿...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你是膽小鬼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是不揍他喔 完全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所以這一天 生病的大爺就跟女友 睡在他的女友的房間裡 那第二天一起來 張開眼睛 女友不在床邊 大爺就叫了女友的名字 女友在陽台的結尾 在尾巴的地方 倒數第二格 在曬衣服 所以大爺又叫了女友的名字 女友還是不理他 很阿札的臉 在曬衣服 可是女友的後面 吹動的 不是白襯衫 是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 頭低低的 全身白 衣夾 夾在這兩邊 像衣服一般 曬在衣架當中 所以風就把他吹 盪來盪去 女人交叉的手這邊 紅色的捲曲的指甲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女人 已經來到了他們的陽台了 而且我的女友 現在變成心神不寧 就抓著她的女友 就衝離開女友的房間 回到了大爺的家裡去 那現在女友已經失能 失智 完全就是一個 非常混亂的狀態 要送醫院還是送警方 他完全不曉得 他只想到了就是科長 所以他第二天 一早就去上班 不管科長聽不聽 他就把所有的事情 就告訴了科長 這個女性的科長 就開始狂哭 就告訴了 大爺從頭到尾的事情 就是 其實這個女性的科長 在一個月前 碰到跟大爺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他身體不舒服 經過了岔路口 卻走到了右邊 碰到這個女人 他就把這件事情 當時沒有人發現 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事情 他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 很困惑地告訴了 自己的父母 所以科長的父母 現在是失能失智 已經一個月了 由看護在看著 所以他知道這件事情 不能講 大爺說我們就去原地 看 找找看 能不能看到那個 所謂的女鬼 或是詛咒或是人 我們去看一看到底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女性的科長開車 因為女性的力量比較小 大爺坐在副駕 他認為他這樣可以阻止 萬一科長失心風的時候 可以阻止他 他們就有開到那個交叉口 一樣 右邊 正要轉彎的時候 那個女人已經在現場了 那個女人全身衣服 頭低低的 女人真的來了 紅色的指甲 已經在那邊等了他 因為他開到 下30公里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在那邊等 所以大爺在提醒科長說 科長 科長 他來了 還沒有提醒 科長就 就開始加速 開始瘋狂的加速 所以科長已經失心風了 科長現在已經完全被控制 開始努力加速往右轉 所以大爺當下叫 科長醒來 所以駕駛盤 那個方向盤 科長在按方向盤 那我們的大爺就開始要移動 說不對... 回來...的時候 他看到了一截女人的手 就是長長女人的手 紅色的指甲 完全地按住了方向盤 就死死地 死扣著方向盤 所以只能往前衝 那來制止科長踩油門 那個科長的油門 踩在油門當中 有一隻女人的手一樣 是紅色的指甲 壓著科長的鞋子 不停地吹油門 所以變成死死地扣住 只能往前衝 這次大爺心裡想說 完蛋 這次死定了 你吸安全帶都沒有用 就是死定了 所以車就一直 衝到懸崖 大爺就說那就死吧 這個詛咒的最後目的 就是死吧 我們告訴了別人 讓別人痛苦 那我們就是死吧 居然在懸崖前就停了下來 這故事不合理 所以大爺跟科長就醒來了 就是為什麼每一次都在科長 每一次都是在懸崖前 按理說就是要掉下去了 科長你也經歷兩次 我也經歷兩次 這個懸崖到底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不讓我們死呢 所以每一次他們 這兩次他們應該就是 馬上倒退嘛 回到家 所以大爺跟科長就說 那我們下車來 所以他們就下車 到了懸崖邊 真的是深不見底的骨 往下看 居然在三分之一處 有一個小小的露台 那個露台 飄了一個白色的東西 飄啊飄 感覺是一件破爛的白色的衣服 勾到了懸崖的三分之一處 所以大爺大概猜測 可能是什麼意思 他就報了警 警方請了救難大隊 就下去撈 下去吊 吊出來 長長的頭髮 但是已經成為骷髏 被鳥 風化 整個都腐爛的大體 白色破破爛爛的衣服 以及紅色的捲曲的指甲 吊起來了 去找才發現是一個 已經失蹤了將近 兩個月的智障的女孩 因為失蹤 如果你吊到山谷的底下 至少底下到底 還比較容易找 但他被扣住在中間的 露台的部分 所以他的大體沒有被找到 沒有辦法被安葬 他就藉由他的 靈異的能力跟詛咒 希望課長跟大爺來救他 意思就是說 找到我的屍體 我不是要害你們 找到我的屍體 幫我安葬就好 因此把他安葬之後 包括課長的父母 以及大爺的女朋友 統統都恢復成正常 就是我們常常講 您借有些朋友來 不是要害你的 全是害人的 對 他是要請你幫助他 甚至於要來幫助你 對不對 接下來看到靈異照片 就很多人常常看到 靈異照片 那有些人拿來 造假 不是真的什麼的 對 結果災難降臨了 而且有一些信息 不是要幫助你的話 他有時候也是個提醒你 也是 對 像我以前在做電視的時候 我那時候當記者 我們隔壁的團隊 他就是做一個紀錄片的 然後他們都會到世界各地 有時候是靈異現象 然後有時候是去採訪什麼 泰國刺青 一些反骨文化 一些很奇特的東西 傳說這樣子 那那個團隊 大部分都是女生 然後也有一個男生 叫阿雄 那這個阿雄 男生就是比較血氣方剛 他什麼事情都不相信 這樣也OK 但他就是鐵齒到 連節目開工拜拜 他都不會去拜 然後叫他去準備一些禮品 什麼隨便亂買 然後或者是說 供在那邊 大家都還沒拜 他就先開幾個來吃 先拿幾個走 他也覺得沒什麼關係 他覺得這有什麼 做節目跟拜這個有什麼關係 他是鐵齒到這個地步 然後那個節目 當然也會不免俗的 會做一些比較靈異的 會請觀眾要寄照片來 給大家看 譬如說這一天 大家又收到了一些 民眾寄來的靈異照片 然後幾個 這整個團隊也就圍在一起 圍在一起看 有些女生說好可怕 有些說 女生說這個看起來也好假 什麼的 然後突然幾個人圍在一起 稀稀酥酥的 看到了一張照片 然後這個團隊的人 就大家都沉默了 那阿雄就過來看 阿雄一靠近以後 他看到了這張照片 是他們全部整個團隊 在工作的照片 就是在辦公室裡面 工作的照片 然後阿雄就說 這有什麼好了 這一定就是有人惡作劇 那誰參在裡面的 誰把照片弄在裡面的 去查誰寄來的就知道了 那其他也沒有人敢講話 後來突然其中有一個妹妹 就看了那個照片 看了以後他就尖叫了一聲說 阿雄 你要不要看一下裡面 這裡面有你 然後阿雄就說 當然 我也是這個團隊的 當然有我 他說不是 阿雄你看一下 就阿雄看了一下照片 因為每個人大家都在工作 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 但阿雄是對著相機的 他就是對著鏡頭的 但是他的臉是扭曲的 他的五官是歪的 最怕的 對 然後其實阿雄看到 阿雄就說 太過分了吧 怎麼只有我一個人的臉 是這個樣子 怎麼這一定又是弄我 想要搞我 那什麼爛照片 阿雄也不以為意 然後其他團隊的這些人 就想說 算了 那阿雄 反正你比較大膽 你覺得這個也沒什麼 不然這次寄來這一疊照片 你就帶回家自己看好了 然後阿雄就說 那就帶回家給我選 我選就我選 然後回家的時候 阿雄反正在家也沒事 就開始一張一張挑 一看... 又看到了今天這一張 自己的團隊的辦公室照片 那阿雄又再仔細的看了一下 他這次看到 又更奇怪的一點了 他在辦公室看到的時候 他只有五彎是S型的 扭曲的 然後這一次 現在晚上 他再看到的時候 他心裡想說 有比我早上看到我自己的時候 我的臉更... 對啊 更扭曲嗎 還是我早上沒有注意 算了 反正就是 只有我一個人是怪的 那是什麼... 爛東西他也沒在想 隔天上班 才剛進公司 包包都還沒有放下 他又看到全部Tim 又圍在一個... 又圍在這個辦公桌前面 稀稀粗粗... 阿雄又走過去說 又幹嘛啦 又在看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Tim的人 又把一張照片交給阿雄說 阿雄你看 這是今天又寄來的靈異照片 然後阿雄一看 又是整個Tim 昨天在出外景的時候 有人拍他們整個Tim 在出外景的工作照 然後他們再一看 又是 阿雄的臉 一個人正對著鏡頭 然後整身已經開始 扭曲到軀幹 手背 已經整個身體是越來越扭曲 扭曲的範圍是越來越大 接下來一個禮拜 這個Tim每一天 都收到不同的 工作紀錄照 而且 然後甚至到最後 已經阿雄整個人 全部都是模糊掉 從頭到腳 在那張照片裡面 就只有他一個人是歪的 甚至是整個模糊的 然後大家就想說 那阿雄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子不太好 我覺得你要不要 因為畢竟我們大家也是 做這個節目的 平常接觸的也很多了 這個事情又不是發生一天 也不是一張兩張 連續一個禮拜都這個樣子了 不然阿雄 我覺得你還是要去解一下 大家都勸阿雄 不要再鐵齒了 然後阿雄聽到以後更生氣 阿雄就說 這沒有什麼 這沒有什麼好說的 就是 那有可能就是這個 辦公室的人 有可能就是同事 就是看我不睡 就特別把照片調 把我一個人弄成這個樣子 就只是針對我而已 他就把這些 一個禮拜以來 七張他扭曲的照片 全部拿起來 他就跟大家 他就跟他的團隊的同事說 阿雄就抓了一個打火機 就走到辦公室的陽台外面 就把這個 全部的這七張照片 他扭曲的照片 全部都燒了 然後下班回家了 阿雄洗個澡 想說輕鬆一下 等一下再來做一些公室 什麼 他燒了這些照片的事情 他也馬上拋到九霄雲瓦 因為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洗完澡出來 一開門 他看到家裡的浴室 門口地上 有一張照片 飄在地上 然後撿起來 一看 是他剛剛下班回家 坐在家裡 看電視 吃晚餐 兩個小時前的照片 現在在他手上 一樣他整個人是扭曲的 一邊在吃飯 一邊是電視 一邊是他 這個前面是他買的晚餐 他是看著鏡頭 整個人是扭曲的 他現在想說 誰在我家 然後甚至 自己是心裡是有點慌張 還大聲吼了出來 哪一個人是衝著我來的 你又走就出來 你躲在我們身後幹嘛 跟在我辦公室幹嘛 躲在我家幹什麼 出來 叫了半天 根本沒有人回應 就只有他一個人 他再仔細看了一下 那個照片 那個照片 突然他看著 照片裡面的自己 臉越變越大 越變越大 那本來是扭曲的五官 現在開始變黑 一邊變大 一邊 這個他本來範圍小 一邊變大 越來越靠近自己 臉表情本來扭曲 變成黑 變成燒焦 變成脫皮 變成血肉模糊 然後接下來 他就聽到 有一個聲音在他旁邊說 再來 接下來 他就是聞到 他手中的這張照片 配合了這個 越來越大的臉 然後他聞到了 燒焦味跟濕臭味 還有腐臭的味道 接下來他就眼睜睜的 看著這個裡面 他的自己 已經全部要著火燒焦了 他就馬上把那個照片 丟在家裡面 衝出門外 他心裡就想說 剛剛我到底看到了什麼事情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然後自己也是驚魂未定 然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算在TK的人 你看到自己在家裡被偷拍 我想心情還是會覺得 有一點惡渣這樣子 然後心裡把照片丟 家裡一丟 衝出去門外的時候 一時之間 其實阿雄也不知道去哪裡 但是一走出去 看到車水馬龍 外面便利商店 人來人往 那個鐵齒的那種個性又來了 心裡想說 其實那也沒什麼吧 搞不好就是自己太累了 然後一個幻覺吧 不然的話 反正現在也沒地方去 我就去公司 你愛整我是不是 剛好我就把我自己的這個故事 我就寫下來 當作我們下一集的腳本 然後到了公司 當然大家都下班了 只有他一個人 開了門進去 開了燈 大家都不在 然後他就開了電腦 開始打下自己的故事 想說這幾天來 收到了這些靈異照片 然後竟然自己家裡 也被偷拍什麼... 打一打... 大概過了半小時 他突然聞到了燒焦味 他也突然聞到了腐臭的味道 他心裡想說奇怪 這個辦公室 就只有我一個人 我空調也開了 然後也沒有什麼其他人 在用火或是什麼的 到底怎麼會有這種味道 然後他再看 他再看了一下 原來是影印記那邊 電線走火 辦公室電線走火 是場意外 還是冥冥中什麼事正在發生 最害人的故事 千萬別錯過 也沒有什麼其他人在用火 或是什麼的 到底怎麼會有這種味道 然後他再看 他再看了一下 原來是影印記那邊 電線走火 然後開始燒了起來 那接下來 因為辦公室很多文書的地方 尤其是影印記旁邊 全部都疊著一堆一堆 一下A4的紙 一下B5的紙 全部一堆紙都堆在影印記旁邊 馬上電線走火 就一發不可收拾 就開始燃燒到 他整個艇前面來 結果阿雄心裡想說 怎麼搞的 要往外跑的時候 突然因為他覺得大火 他已經沒有辦法撲滅了 想要往外跑的時候 他發覺他進門的時候 明明就把門開著 但現在辦公室的門 是整個被鎖上 而且是從外面被反鎖 鎖死的 空調整個是停的 然後燈開始忽然 一鳴一滅 一鳴一滅 然後開始火勢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等於阿雄就被困在 一個辦公室裡面 然後阿雄逃也逃不出去 門也打不開 然後完全灑水系統 或是救火系統都沒有響 他就一個人被困在辦公室 活活的一個人悶燒了 好幾個小時 才被人家發現 等到大家來救阿雄的時候 他已經是全身 百分之九十的三度灼傷 所以他這個這麼大面積 這麼深的灼傷 其實就是一生都要在復健 其實已經面目全非了 你救回來就不錯了 那這個團隊 因為本來就在拍這些東西 他們也自己覺得 心裡又覺得毛毛的 覺得不對勁 所以他們全部的團隊 後來又去找了一個師傅 就問師傅說 最近為什麼這個團隊 感覺上很不乾淨 不平安 後來師傅就跟他們講說 因為其實這個團隊裡面 本來你們在做這一個 拍攝靈異故事 拍攝一些傳說 怪談 都市片的時候 你們在做這個議題的時候 周圍其實本來就有很多 好兄弟會圍著你們 等著一起看你們要怎麼做 或者他們也很好奇 想要看看你眼中 我們是什麼樣子 他們看到阿雄 在那邊很鐵齒 拿東西起來吃 摔他們的東西 拜拜也不拜 完全什麼都不管他們的時候 他們本來只想鬧他 給他一個提點 一個惡作劇 所以其中有一個靈 就讓他們收到的靈異照片 的影像 他們看起來 是整個團隊的影像 那這個阿雄看到自己的時候 也都是扭曲的 他們本來覺得這樣子 就夠了 對 去告訴阿雄說 你最好比較有1010的 好好的做這個節目 還是要有敬畏之心這樣 沒想到他看到這些東西之後 是整個人變本加厲 更誇張的去拒絕這些東西 然後甚至他把這個照片 燒掉之後 那等於是把這個靈 他在上面做的法術 他附在這個照片上面的靈 一併燒掉了 他等於更得罪了 想要給他 也傷害了人家 對 傷害了這個靈 那所以當然人家的報復 也就是千倍百倍的 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說我們也沒有說 要讓你們迷信 但就是說有時候 不要太剃氣 尤其是有些人剃氣 還要講一些難聽的話 還要講一些那種 做一些那種得罪人的事情 這就是恐怖片的經典名言 是 今天謝謝大家